5号下5点多一名男子开着特斯拉行进台九线175公里处时 不明原因擦撞了中央分隔岛 瞬间强大力道让整台车像陀螺一样翻滚了两圈才重摔到地面 而零件喷散还有波及到对象的歧视以及车辆 画面上看到一辆黑色特斯拉行驶在道路上 但下一秒整辆车自撞上分隔岛后翻车 在大马路上开始旋转翻了两圈后倒下四轮朝天 现场零件四散路牌也被撞到 一旁的白色轿车也被波及 场面相当惊悚 这起车祸发生在花莲台九线南往北方向 5号下午5点多一名30岁的江姓男子驾驶特斯拉 经过路口处因为不明原因自撞中央分隔岛 由于撞击力道过大 整辆车弹跳后接着翻滚打转 导致车子左前轮掉落轮胎和轮筐分离 喷出的零件还颇及到对象流性女驾驶的小客车 以及一名重机驾驶右脚擦伤 来听下警方说法 经警方酒精测试三人均无酒精反应 并拥有合格驾照 虽然翻了好几圈 但特斯拉驾驶运气很好 没有明显伤势 现场也没有人送医 据详细肇事原因还有带警方调查了一清